Layon聊四季天天都不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on 今天來看敗戰庭人對上條盾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比賽來看一下出身點位8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是中國頂尖高手Y.O Y.O的文明特色是敗戰庭人 他的帝王時代的價格非常便宜 他主要是要靠強弩跟這個 騎兵路線去做出優勢抵抗的 那八戰庭人在封建時代非常適合打槍矛前壓 變成一個槍矛怪 都很適合因為他折扣非常多 到了城堡時代駱駝的造價也很便宜 但是缺點是沒有品種 但是往往可以以量取勝 所以這問題並不大 那八戰庭人雖然是有遊俠 但是沒有品種跟三公的關係 所以他也是遊俠偏弱的文明 但是他的寶兵拜登庭聖騎兵呢 可以獲得後勤科技擴散傷害的效果 而且是無視防護力的 所以如果拜登庭人能夠轉出後勤 加上精銳拜登庭聖騎兵 就可以屌打條盾騎士團跟遊俠 都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是無視傷害的 但是在比較多的情況 還是會比較看到強弩或槍兵或是駱駝 做一些搭配組合 去做出拜登庭的主力特色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塔套這邊選擇的文明是 條盾人 那條盾人的特色是他的農田相當便宜 而且他的騎兵跟步兵 城堡是在開始 近戰防護率會加一點 電用時代是加兩點 但是他的缺點是落馬不能升級 連輕騎兵都沒有 而且也沒有耕種技術 但是他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他的所有單位抗招翔的效果 雖然你即使出了騎士 也不太容易被僧侶直接招掉 甚至還是有機會 可以反擊對方的僧侶招翔的問題 那條盾人呢 還是比較需要靠騎兵遊俠作為主力 槍兵步兵作為輔助 後期可能要考慮戰毛兵或是火槍 作為反擊後排的主力手段 後期也有火砲跟工程師可以使用 還有僧侶也可以考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地圖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卡套的地圖是還可以的 主金在家裡可以維持沒有問題 那上面這塊地區的話 可能還是要維出去一點 石頭可以保住 那不管怎麼說呢 都是要維得非常大 才可以把自己的資源點給維起來 那黃金位置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有這個金會比較需要小心一點 上面這個金應該是算蠻好守的 所以上面這個金是不太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那來看一下YO這邊的地圖 YO的地圖方面 是前面的主金在高地啊 哎呀這就很難受了 如果你直接這樣子圍的話 肯定會被對方踩高地 把你的採礦的村民打到頭破血了 所以YO一定要把這個黃金 微微出去一點 會比較好守一點 那附近的位置呢 是在上方的兩個位置 前面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跟塔套有一塊金是一樣不好守的 這塊金也是 但這塊金也是偏厚 這裡還可以開城市中心 誰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以前期的防守來說呢 可能還是要靠這個石頭 先把家裡給圍起來 甚至要圍歪一點點 如果你圍得太裡面的話 對方可以踩著高地 讓你高打低 打木牆的話 你也會很難受 所以呢 在世紀力國前期的地圖解說裡 還是要去看一下地形 不是說你想怎麼圍就怎麼圍 這個還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在裡面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YO這邊 果不其然是把均勻開始往外又擴張了 這裡看來YO是不是不想要讓塔套 這裡有個高地優勢 把這個均勻補在這 那馬就應該再繼續往右補 結果打的是弓兵開局 OK 看來YO應該是要來打槍矛前壓了 並不會打一個所謂的弱馬轉毛兵的防守進攻的打法 塔套遇到YO是這樣開局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視野 有沒有看到他的射箭場人呢 目前YO並沒有猜到對手打什麼 這個視野看起來什麼都沒看到 都沒有看到 好 那來兩隻肉麻 終於看到了射箭場 哎呀 結果自己的槍兵被戳死了 好 那敗戰廷人前期的槍矛前壓相當難纏 這就是敗戰廷的封建時代的很大一點的優勢 好 看一下這一波 槍兵毛兵 稍微打一下 好 戳掉槍兵 可以往前走 3隻槍兵配5隻毛兵還有1隻肉麻 那這邊挑套 肉麻按了1隻 並沒有再繼續補了嗎 這樣總共是4隻肉麻 那這裡一定要補射箭場 才能擋得住對方的槍矛前壓 但是通常你跟他對打毛病 也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但你不打毛病又不行 你一定會被他弄到 這個資源很難採 所以不能讓對方一直 繼續進攻 那這邊的話可能要稍微圍一下 或是直接圍資源點 但圍資源點的話 依舊還是被毛兵打掉 所以這邊射箭場要一直補 不能斷了 好 那這裡 肉麻再往前稍微打下對方的單位 又搞定了1隻毛兵 前面的半戰體的槍矛前壓 到底怎麼擋呢 3隻毛兵 要被對方的5隻毛兵給反擊回去了 這裡很危險 而且也沒有1級射 沒有射成優勢 現在打起來的話 兩邊都是可以互相打到傷害 沒有問題的 果不其然 塔套這邊的毛兵直接被丟爛 想躲都躲不了 跟距離太近了 也很難用這個操作去 閃掉對方的毛兵傷害的 好 前期的部分 雖然塔套打的算是相當被動 但沒有辦法 敗戰體人就是這麼的麻煩 尤其是槍矛前壓的打法 好 那現在這個 塔套這個局勢 只能用大量的毛兵去做反制 好 肉麻又補到了5個人 繼續給YO一些壓力戰 絕對不能讓YO過得太舒服 雖然你槍矛前壓有優勢 但是我的肉麻也有優勢 只要把你的槍兵全部搞定了 那我的肉麻就可以看著毛兵 扛到舒服服服 槍兵目前還是沒打到 第二隻槍兵過來 肉麻回頭打一下 結果槍兵一個高打滴 戳掉了塔套的一隻肉麻 這隻槍兵戳得很漂亮 OK 這邊細節操作看起來是塔套 還是打掉了非常多的毛兵 YO則是用槍兵解決掉了一隻肉麻 第二波上來第一時間打掉兩隻槍兵 那現在毛兵的工作已經完成 接下來就靠肉麻去打這些毛兵 但是YO的槍兵也沒什麼在斷 槍兵又補來了一隻 但是直接被YO的肉麻直接反殺回去 這裡一攻點下之後 槍兵的反擊會更加輕鬆一點 這一波打起來 YO還是比較被動一點 槍矛還是沒有辦法獲得太多的主動權 但是以殺到來說算是綽綽有餘的單位了 好這一波再換掉一隻 但是肉麻數量剩4隻 YO現在是毛兵繼續按 沒有打算要轉肉麻 家裡直接鎖死也不轉弓兵 那現在轉弓兵的話也會比較有壓力一點 因為變成要弓兵跟毛兵一起出 這個慘能會被吃掉 而且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那不如我們上城堡實在再繼續打吧 但這些兵的話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用槍兵解決掉 好這裡毛兵往前走 往前貼槍兵想要戳 但是塔套這邊控的很好 依舊是戳不到塔套這邊的肉麻 好 YO這邊點一下了 一擊的步兵鎧甲 待會步兵鎧甲就可以 稍微擋一下毛兵的傷害值了 但是再怎麼擋 還是需要超過轉型喔 才會更有優勢一點喔 好這裡毛兵往前護點 槍兵過來防守 但是槍兵戳到一槍 吃了兩隻毛兵 依舊不是很划算 好槍毛前壓加上肉麻 毛兵防守 防守進攻 好塔套這邊準備要來升級城堡實在 這裡應該不會再補下更多的肉麻才是喔 好左邊直接一個大圍石 好搞定了家裡 好 毛兵再過來 塔套點下了城堡實在 YO這邊也是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點的喔 前期兩邊打了二十幾分鐘的封建時代 打的算是偏久了喔 那待會一上城堡實在就會考慮3TC 直接開弄喔 然後加上三旅的防守 加工程系製造所的奴炮防守對方的工兵 或是戰毛兵的策略喔 可以說是封建時代打的越久 城堡時代打的初期就會越負喔 你可以選擇比較多的選擇性打法 甚至也可以考慮挖石頭然後壓寶 這個策略喔 YO這邊的槍兵來不及防守 毛兵死了一大堆 YO還是打到了被打到了很多隻的毛兵 槍兵再次往前 但是品種已經好了 其實現在往前回頭打也不是問題 但是塔套還是想用槍兵換掉一些 再用肉麻往前 OK換掉了三隻槍兵之後 肉麻果不其然直接往上輸出 打掉大量的單位 槍毛還是被動了一些 為什麼塔套這邊不打算壓寶呢 最主要是這邊壓寶的話也只能壓到黃金 不能壓到城鎮中心 也可以說是 YO這邊防守的好 讓對手的進攻條件或是選項少一個 YO這邊升到了城堡時代直接補了雙馬就 要來轉便宜駱駝了 塔套這邊是選擇了二級射 戰毛兵要不要升級也要看後續的轉型 如果對面轉駱駝的話 戰毛兵就沒那麼需要轉型了 而現在駱駝想打誰就打誰 這邊有二級射的毛病傷害也是很高 一個高打第一反擊這個駱駝回去 駱駝完全招架不住 只有1級的騎兵鎧甲 那毛兵在有二級射的情況下是4點傷害值 打一下還是有3滴喔 傷害是有點可觀 所以這個毛病的傷害量多 還是很可怕的 好 條盾按了一隻騎士 直接正面硬打 駱駝嘗嘗試高打第一反擊 結果殘血的駱駝沒有拿下嗎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殘血的駱駝 OK 殘血先拿掉 駱駝正面快要砍了回去 現在歪歐的駱駝不能斷 而且要找機會點下二級的騎兵鎧甲 會比較好一點 但看起來是快要擋不住了 現在這些毛病 還在被追殺 駱駝再往前 第一目標輸出是打對方騎士 OK 順手砍死了一隻毛病 YOO現在駱駝壓制回去了 價格便宜 多按一點 折扣25% 這個價格是非常非常省 YOO這邊果不起來是打出了3TC 開農 因為這個風劍時代拖太久了 那塔昭這邊也是有3TC 開農 這樣子的話也不會斷存 可以正常的營運 問題就來了 這邊要不要來挖石頭 那如果這邊是有打算要打一個 鴨寶的話 通常這邊村民 開下第三個TTC的時候就要去挖石頭 所以這邊 要來觀察的地方 是兩邊有沒有人誰挖石頭 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塔塔 直接8個人挖石頭 OK 我們這邊觀察到了 YOO的視角裡面當然是不知道 你有沒有挖石頭這件事情的 那已經知道上面有開一個城鎮中心 那我待會進攻的位置 可能是從中間先看一下 然後再往上面看 那上面的主持即將看到 喔 塔昭這邊是沒有挖石頭的 所以他目前也還不知道 塔昭到底要怎麼打 但塔昭這邊呢 挖了一下石頭之後 跑去挖了木頭 那看來還是想要先穩住農田的部分 那這邊招搶到了一隻駱駝 小鑽一下 三鯛 用生鯛擋一下 對方的駱駝的優勢 那現在 目前 跑去挖石頭的話 就意味著 塔昭這邊沒有打算要打前壓一波 那如果要打前壓一波 插寶策略的話 就必須轉出長槍兵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才可以會比較成功喔 因為目前YOO是打一個駱駝的策略 你用騎士再繼續跟他硬尻的話 通常是尻不太贏的喔 很難贏很難贏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得靠重裝長槍兵 好 我要到這邊駱駝被著想往後拉走 塔昭這邊轉出了生鯛戰 這個生鯛是全滿的 想怎麼點就怎麼點 而且還有免費的草藥治療 畢竟是醫院騎士團 條盾人喔 那巴南庭人呢 他的生鯛科技 基本上也是滿的喔 那他沒有潮到治療 但是他擁有其他的科技也是都全滿的 所以巴南庭人也是要打生鯛戰 兩邊的文明性質 其實滿相似喔 都是作為騎兵主力的文明 那巴南庭人的步兵 是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三攻 但是他的槍兵的價格 非常便宜喔 所以還是可以把這個步兵 當作不輸出 或是反思單位來使用 都是非常適合的 好 那歪歪這邊是點下了前程科技 待會前程科技點完 駱駝就不怕那麼遭翔 可能就有機會 摸到後面的生鯛 給到塔昭一些壓力了 這一波很漂亮 這個衝鋒 三隻生鯛來不及遭翔 可能要直接被砍死 而且前程科技 可能一隻駱駝都遭翔不到 欸結果還是遭到了一隻 但是還是虧了 三隻生鯛只換到了一隻駱駝 完全是一個不划算的交易 或是一個交換比 都是不划算的 好 條盾這邊 塔昭直接補了大量的槍兵 開始要來壓寶了 哇 這果然是要這樣打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局面喔 最主要是因為 通常對手優勢的時候 尤其是對方會是大量騎兵 而駱駝的情況下 有沒有轉出槍兵去壓寶 就會成為一個關鍵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聰明有幾隻已經被抓掉了 兩隻聰明倒地 兩隻騎士倒地 三隻騎士倒地 洛洛還在輸出 現在是打了五隻 現在槍兵的輸出傷害還是非常高 但是條盾人的騎士 剩下了四隻 後面的聰明倒了一大堆 這裡直接壓了一個一寶 想要扣你主金 但是YO也知道你來抗寶了 所以趕快買了一百石頭跟你對寶 條盾人看到你上一人過來蓋寶 直接取消 塔套這邊 取消之後 YO也更加取消 兩邊都選擇了取消路線 你取消 我也取消 但我重新補一下 你這裡能蓋寶嗎 應該是可以喔 如果有擋到的話 田稍微低一下就行 看來不用低 那這邊再補一次 條盾人 塔套這邊再一次取消了 但這邊又重新蓋了一次 這一次應該是有看到吧 應該是有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在塔套的四角裡面 還是看到對手 正在蓋寶 蓋得很開心 那這個寶 我就要來蓋起來了 反正我帝王時代很快 而且我敗蛋提人的建築物的血量 也比你還多喔 待會帝王時代的巨頭護掉 我也有這個血量優勢 那你呢 條盾人 你只有這個城寶的射程優勢 那看來是 拜登提人還是更具有優勢一些喔 而且 條盾人為了這個插寶 也損失了一些村民喔 經濟也不是那麼的好 可以看到村民宿喔 現在是威歐領先卡到88村 村民差距有之外呢 這個收集支援的差距也是有的喔 來到了這個22000的 這個經濟差距喔 好 威歐這邊直接補效 拜登提人勝起兵 補不起來 拜登提人打條盾人 直接慘 勝起兵 後勤精銳 只要能轉得出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兵種 屌打你全部丁種 因為條盾人並沒有強弩喔 而且你這段轉出大槍兵防守的話 我的後勤只要數量夠多 還是可以吃的回去 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話 我也可以轉大量的戰毛兵去反制你的槍兵 也是ok的喔 所以拜登提人這邊先轉起兵喔 算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轉兵喔 不會有這個太多的空窗戟出現 但是呢 這個要怎麼轉出來也是一大問題 班达提神奇兵呢 產能速度是非常慢的之外 而且他價格非常貴喔 所以 威歐這邊的重點呢 是要把肉跟黃金喔 先趕快續起來 好 這一波鴨寶應該是可以成功 這裡槍兵算太多 駱駝再次上去後面打村民 但是槍兵一直守在後面 威歐這邊的駱駝一直在努力做出抵抗 但是塔頭也是用槍兵守得很好 甚至騎士已經殺了進來在砍村民 威歐這波可能要損失非常多的村民才醒了 升到帝王時代 巨型頭時機 趕快按 按了一台 好 六隻拜登提神奇兵 現在在家裡 在城堡裡面搓麻將 六個人 缺兩個 再組一桌了 現在只能在城堡裡面搓麻將的 巴登提神奇兵 稍微擋一下 這邊是拉了非常多的村民出來 哇靠 這裏十七隻的村民在這裏 這個騎士要是能抓掉就很舒服了 城堡 這個城堂中心裡面已經有15個人 村民還是要趕快離開 巴登提神奇兵出來擋一下 但是這邊人家槍兵有高地優勢 哇扛不住扛不住 但是平地對打的話 我就能打得贏了 巴登提神奇兵 直接平地反擊槍兵 槍兵直接倒地了 非常快 直接拳斥 這就是巴登提神奇兵 非常的可怕 但是現在巴登提人 要打贏對方的奇兵的話 還是得靠後勤科技跟精銳的升級才行 所以待會Wild的目標呢 是贏可能是要精冠先點後點精銳了 但是塔套沒有打算跟你升帝王時代 我直接用城堡時代衝車開頂 那我們在近期的天梯上面看到 Viper跟HERA這些頂尖高手 越來越願意在城堡時代 嘗試使用衝車去頂爛對手 也不去顧慮對方是不是升帝王時代的策略 我覺得這算是四季帝國最近的一大轉型 頂尖高什麼 再也不是執著於帝王時代的巨型投石機的互丟畫面 而是在城堡時代 會去考慮衝車頂爛對手的打法 那這一打法 確實會讓對手有點慌 因為這裡是跟以前的戰術 不太一樣的地方 以前真的是很少人會用衝車 在城堡時代就想要頂爛對手 因為這個失敗率也很高 一旦失敗就得投降了 但現在這個情況成功率現在變得很高 只要能頂爛的話 對手這個經濟節奏也會被打亂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塔塔這邊的進攻打得很不錯 這根城堡雖然被拿下 但是左邊這個城堡時代拿下的話 可以直接賺15村 這對塔塔的經濟來說是一大加成 本來YO的經濟是領先的 但現在可能這15村被打出來 但是YO的村民跑得很快應該是能守住 而且轉出了火槍 火槍可以打騎士 也可以打對方槍兵 算是比較範用性 比較高的遠程單位 缺點就只是命中率不太準 而且射速比較慢的問題而已喔 而且血量也低喔 好直接正面跟著硬貼 但是這邊槍兵有高地優勢 但左邊騎士也有高地 但右邊騎士打火槍兵傷害比較低 5 看起來這波騎士還是被收光 但是火槍兵也是掉了一些數量 這台衝車還在輸出 裡面有6個乘客 在這個車子裡面 待會這個小弟要出來打人喔 你還在踹我車子是不是 這個車子也被踹掉 把這個小弟出來打這個 鬧事的騎兵 這個騎兵直接被收掉了 頭車直接被點掉 打套這一波有點尷尬 好那現在萬有的火槍兵開始出了 而且用巨型頭司機 慢慢拆掉這附近的圍箭 上方這個城堡被拆掉了 左邊這個城堡也是 城堡的威脅已經解決掉了 但是後面的箭塔問題還沒有解決 條盾人還在插塔 而且條盾人的箭塔 可以收納10個村民喔 箭塔的威力也是很猛 但這邊想要直接應該起來 可能會沒有機會被迫收村 好這裡用箭塔反擊掉了 一些火槍兵 好巨型頭司機拉過來 先處理你這個快蓋好的箭塔 好跟後面這個箭塔 兩個都依序處理掉 那現在卡套要不要去思考 轉型到帝王時代了喔 那目前YO的配兵組合 是用駱駝加火槍的全黃金兵種的搭配 那條多人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得靠轉型才會比較好打 例如轉出自己也轉火槍 或者是自己轉出戰毛兵 或者是槍兵 作為處理手段 或是走森旅也是可以考慮 但現階段來說走森旅有不切實際 因為你的數量要起來之外 對方駱駝也很便宜 招牆的CP值也沒那麼高 所以可能走一般垃圾兵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那當然也是有直接用遊俠吃掉對手的方法 但目前一看塔套的經濟條件來說 是可以考慮走遊俠這個路線 經濟實際是蠻好的 YO這邊是92隻村民隊137村 而且駱駝還沒有升級到重裝駱駝 是不是該升級了 現在對方騎士這麼多 升級的重裝駱駝肯定是不會虧 趕快點一下 講完就點了喔 趕快趕快過來擋一下 結果那個駱駝兩隻在發呆 這個怎麼回事 結果火槍兵還是被抓掉 只剩下兩隻的數量 馬凱現在才開始補 YO這一波打得很緊張 很緊張 最近剛剛被弄了一波 塔套鴨寶策略也確實 控到了YO的經濟 紅星防守起來 火槍兵守著 巨型頭司機準備要來進攻了 只要這塊技能拿下 條盾的遊俠 條盾騎士就沒有辦法登場 現在塔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保住自己的騎士數量 也要在保住的同時 去給YO一些壓力 盡可能封散人家的兵力 不要讓他對全部的兵力都往前衝 所以這邊騎士除了保住之外 還要盡可能去騷擾 這就是現在塔套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這邊塔套決定是用戰毛兵 再加一些衝車 還有騎士去做出自己的主力部隊 好 YO這邊全部倒下 剩下的東西 那現在12隻的騎士往前走 開頂 城鎮中心的血量是3360 哇這個要頂很久啊 一般是2600滴 2400滴血而已 2600 後面是有狀況的技術 那看起來YO這邊的城鎮中心是能守得住的 火槍駱駝上來 但是這邊駱駝尷尬了喔 不太對不太對 我覺得這裡高地反擊 駱駝會被吃光 只要駱駝也被吃光火槍兵該怎麼辦呢 好戰毛兵再往前 還好火槍撤的快 YO也被迫轉型 轉出戰毛對應一下 但是條盾人的鋼鐵遊俠快要出來了 近戰防禦極高的遊俠 近戰防禦武 那駱駝的基礎傷害是7點 直接擋了你的基礎傷害也5點喔 那但是駱駝依舊打的是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他的基礎傷害喔 剪掉之後 還是打遊俠蠻痛的 所以YO可能還是要駱駝多出一點喔 好駱駝多出 不然就是要轉大槍兵 這兩個選項 但是如果用主動拳的話 駱駝還是大於槍兵的 YO這邊點下駱馬升級 待會也可以適時的轉出大駱馬 去找一個多線進攻 卡操這邊是選擇了走槍兵路線 槍兵先升級起來 不然這個駱駝可以吃騎士 又可以吃戰毛兵 會有點招架不住喔 好 這毛兵高地反擊打得可慢 好 再拉了幾個單位過來擋一下 但是駱駝 遇到槍兵果然是直接蒸發 搓光了這邊的駱駝 YO在後面的基地也被抓包 這個採礦地已經被控制下來 後面還補了一個城堡 正面呢 還在繼續用火槍跟駱駝集結在這邊的位置 避免被攻破這邊的防線 卡操這邊真的很尷尬喔 黃金真的要洩弱了嗎 這裡黃金要是爆的話 YO的話 一面提高87% 不能再多了 基本上是不會輸了喔 卡操應該也知道這一點才對 趕快去控制這個黃金位置 後面可能再補一個城堡 或是再補大量槍兵毛兵先過來擋一下 用自己的基礎經濟的優勢喔 去反抗對手 那北部的野精的部分 目前暫時是抗下來了 還補了一個劍塔 在暫時北部還有金 還不至於會完全斷金 但是問題是 要怎麼擋回去YO的全面進攻喔 那我覺得在野外的部分 可能要補一些馬舟喔 繼續給YO這邊家裡一些壓力喔 然後還繼續用這個騎士去給壓力會更好一些 畢竟塔套這邊的條盾後期肉馬不能升級喔 所以遊俠還是去騷擾的唯一的首選 唯一首選 就是遊俠啦 但是現在遊俠贏不下去吧 遊俠還要750塊黃金 現在黃金完全控不住 反正是點了一個大喜劍塔 想要多靠劍塔去拖延時間 YO這邊的火槍直接倒了一片喔 這裡果然還是用騎士繼續砍 騎士繼續給壓力 駱駝 也在砍村民 但還好這個駱駝真的不痛 9點傷害而已 砍村民需要5刀的 但塔套的說明書現在重點 重點是他後期的抉擇會怎麼打 這還是這場重點的焦距喔 半斬亭人對上條盾人 半斬亭人這邊也沒有走出一個非常大傻逼的玩法 半斬亭聖騎兵 而是一個非常中規中矩的火槍佩洛 但是桃桃這邊是決定要把劍塔科技全部補滿 但是其實石頭也沒有辦法讓他這麼多的劍塔囉 黃金其實已經到極限 上面這根城堡應該是守不住火花繼續進攻 卡套大量的部隊騎在北方的位置 但是下面這裏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裏還是重點喔 所以畫面一直沒有切到上面去 這裏一定要看一下 卡套家裏這裏的槍兵全部倒下 只剩下戰毛兵戰狗兵輸出 槍兵還有少量幾隻還活著 沒有想到槍兵直接反擊回去 哇靠鋼鐵槍兵正面坦住了弱臀的傷害 這個槍兵近戰防御居然也有5點啦 那打一下槍兵只有4點傷害 真的太耐躺了 太耐扛了 好這裏果不其量還是點一下了遊俠 可遊俠肯定要升的 條盾沒有遊俠就跟賢羽一樣 失去了希望 ok現在有希望了 我有遊俠那你就完蛋了 那塔高在家裏的防守也就是用槍兵跟戰毛 繼續擋就行 繼續用這個大旗堅塔去拖一點時間 可能會不錯 這裏比沒有按一台通車去拖頂巨型投機 其實這時候可以去按一台 你的巨型投機機 要拆我這個箭塔 需要點時間 一按出來可以擊殺掉這裡 而且路頭也沒剩多少隻 所以這邊按衝車是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塔高的重點並不是在那邊 而是你家 你換我家 我也換你家 但是北方這邊的黃金礦 塔高想要 我想要空下來 發了非常多的洛馬 過來繞啊 但沒有關係 我的五台火炮的工程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你八千多點的城堡還是被拿下 這個血量快要破萬的城堡 五台 我不是五台 六台火炮的傷害 還是很炸裂的 好 後面的大洛馬 有機會摸到後面的火炮 但是槍兵加上火槍兵的傷害 實在是太頂了 一瞬間洛馬全部倒光 但是問題是家裡的部分 能不能擋住 家裡其實槍兵的防守並不多 上面這些洛馬也是打掉了一些村民 好 但是哇 幸好事情是村民室還保留著很多 接觸資源還很穩定 甚至黃金非常多 因為他已經成功控制了塔套的黃金礦 這個黃金要是被挖掉的話 塔套可能就難打了 雖然遊俠點了上去 但是並沒有黃金可以出遊俠 這就對他非常不利了 那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 這個黃金能不能拿下來 這四個黃金能拿下來 還可以再挖個1500塊黃金 還算是個救命金 那這塊附近的話 也要找個機會再回去繼續挖彩隊 現在節奏 開始往YO的那邊 開始傾倒了 那我只能說YO這邊轉出 八蛋挺聖騎兵的話 條盾人就會非常非常難打 好 YO這邊開始嘗試轉型 八蛋挺聖騎兵 有錢就該大傻幣 我們這邊後勤 趕快點下 金瑞也點下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好 現在遊俠 有點無雙 想砍誰 就砍誰 反正我夠坦 近戰防禦7點 怎麼坦 你的基礎傷害 直接被我吃光某技 而且你的傷害呢 也只有加兩點的傷害 那打一下遊俠的傷害 大概是十幾點傷害吧 還是二十幾點 重裝洛索 我記得是補二十幾點 所以打遊俠還是蠻痛的 唉唷唉唷 直接吃光了 好 那現在來看一下 駱駝 火炮直接打掉了一個真東西 這六臺火炮 進攻效果十分好啊 那如果把八蛋挺的 所有的城堡拿下 我就可以封印的 敗戰挺聖騎兵 這也是YO現在要面臨的問題 好 先點了一個後勤 後勤先點一下 敗戰挺聖騎兵 就有比較毀天滅地的傷害了 好 敬銳先點下 後點後勤 血量150滴血 那現在正面的部分 黃金礦挖完了 沒有打算要繼續進攻塔套家裡了 反正是開始專心防守後面 那塔套這邊的黃金鎖也是來到了極限 只剩下少量的人能夠挖到黃金 後面的城堡 這裡一定要拿下 塔套這邊的敗戰挺聖騎兵 已經準備出關 來看一下這一波 高地高打低 槍兵往前戳 但是有點戳不太動 敗衍聖騎兵 敗衍聖騎兵的目標是先把遊俠先解決掉 後面直接回頭反擊槍兵 槍兵全部一瞬間倒地 這一波敗衍聖騎兵 毀天滅地的 吃掉了塔套的推進單位 全部的前線部隊 全部倒地 這一波 可能說八人型聖騎兵科技全滿 太噁心了 太炸裂了 這個傷害 哇 那兩個城堡拿不下來 這兩個城堡 就可以一直瘋狂鏟出八人型聖騎兵 開始想砍誰就砍誰 塔套這邊要按出非常大量槍兵 才有可能擋得住八人型聖騎兵 雖然八人型聖騎兵打槍兵也很痛 但也算是互相傷害了 你不用槍兵更沒有機會 遊俠出來 耗費更多黃金 只會被對方耗死而已 YO這邊的黃金也是來到了極限 但是現在八人型聖騎兵 數量有點多 35隻 我看應該是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會天滅地 塔套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YO最後是 終究還是靠了 八人型聖騎兵作為終結手段 北京弱駝跟火槍 推進能力還是十分有限 最重要的還是要直接一口氣拿下對手 才是重點 我覺得塔套這邊的問題是 黃金這裡沒有守好之外 YO這邊進攻也是有把重點放到 陽台巨頭直接拆掉了這裡很多箭塔 塔套這邊直接失守之後 黃金失守了附金 上面野獎也被騷擾 黃金一度起不來 被迫打出GG 整體來說 我覺得YO這邊 不管是前面的插寶對應 或是一些反制手段 打的方法還算是比較 可以讓大家去參考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塔套拿下經濟上的勝利 但是YO總共有五勝物 怎麼輸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刷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